在劫案發生後,警方附近一大搜索,又與大廈保安瞭解情況 這裡是沙基灣東大街東城大廈第三座 星期一凌晨2點多,警方接獲一個女戶主報案 獲一個賊人坐入她的單位內,並用刀刺傷她的爸爸 女戶主的爸爸手捕受輕傷 救護人員到場幫她包紮後,拒絕送院 已經初步點算,賊人在單位內累積了約3萬元的財物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,發現刹人員樓梯逃走 涉網的男子年約40歲,身高約1.7米,安分時穿黑色長袖上衣和黑色長褲 警方將案件列作爆竊處理,交給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